手上比着大大的赞 穿着招牌蓝衬衫 韩国瑜化身最强母鸡 合体2020立委参选人 背景趁着青天白日满地红 两层楼高的超大显眼看板 让每个经过的人都很难不注意 说光辉的十月来临了 一定要放一些有国旗背景概念的 七个区各地这样子 坐下也差不多有超过三十面的 跟韩国瑜的合照看板了 距离两分钟 这个转角又是一个三层楼高 与韩国瑜的直立型看板 从万里 金山 细致 瑞丰 双西 选区内满满联合竞选 不止三十面 陆陆续续还会挂到五十面 我跟韩国瑜挂在一起 后来的效果就是 基层感到非常的振奋 得到很热烈的回响 因为回响很热烈 所以当然就会越挂越多 尽管韩国瑜不断被抹黑 李永平用行动力挺 网友也涌入脸书感动狂赞 短短一天就破千人点赞 近七十次分享 百则留言支持韩国瑜 李永平高票当选 患难见真情 支持有情有义的立委 尤其李永平情势大好 要选的新北市十二选区 旅营陷入分裂 李永平胜券在握 还不忘高挂韩国瑜看板 母鸡小鸡拼团结 要让地方跟中央一起变天 记者郭向 从越台北采访报道